我去拿家门口的快递 你干嘛呢 偷我快递是吧 不是不是 你在偷我快递有什么心 不是不是 我是在拿自己的快递 你们看上面的名字的电话 真是我的 还真的是 那你怎么跑我们这来了 哎呀是这样 今天快递员给我打电话 你放门口吧 放门口就行 但等我出来却没有看到 有快递在门口 刚要问快递员 就有电话打进来说 不好意思啊 我刚想起来 你的快递我放错了 好像放你隔壁家门钱了 隔壁 你找一下看看吧 嗯好吧 然后刚刚找来 就被你们给抓进来了 哎 太兴奋了 不对 有问题 怎么了 你说你刚刚要打电话 给快递员 就有电话打进来 说你快递放错了 这也太巧了吧 对啊 如果我是坏人的话 首先通过你门口 快递上的信息 获取你的电话 然后我再把你的快递 送到隔壁 等到你要出门拿的时候 我就冒充快递员 给你打电话 谎称放错了门口 反正快递放得也不远 你肯定会把门开着 然后过去拿 而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偷偷地 接住你 你干嘛呢 等着你回来了 对啊 过来的时候 确实没关门 怎么办呀 现在怎么确定 坏人在不在我家 他不是你打电话了吗 你回波过去 然后咱们去你家门口听一下 有没有铃声在响 哦 哎 哎等会儿万一他手机是震动的呢 对 那你叫我蓝牙音箱吗 嗯 喂 你好 播放音乐 喂 中啊 蓝牙底脸 有没有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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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人 这是我请示 给你看看我这几位好兄弟 你不如开摄像头 查勤 快 老师来了 小语老师我们人齐了不用查 哎对您这边进来 我们都睡了 快快把电脑壶吹风机都藏起来 冰箱电脑风吹风机 所有人扣五分 让零八重多打一块 咱们之中是不是有老师的眼镜 不然才在屋里做了啥 他咋这么清楚 讲道理 我也早就怀疑了 上周你好像去办公室 跟老师聊了很久吧 废话 在放假申请留校不都要找老师 倒是他 昨天我回请示 你是不是在跟老师打电话 哎我是班长 昨天他问我 有没有搭过那电器的时候 我还给你们打掩护呢 倒是他 不是就是你跟老师说的 不是叫吵什么吵 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老师我们 别猜了 只要你们再请示老老师师的 等过年都有红包 小语啊 你如果没有在他们中间查眼线 那是怎么知道 寝室里发生了什么的 很简单 就是 哎呀快看 老师发的消息 这就是我的寝室 给你看看我当好兄弟 哈喽 你什么时候开摄像头啊 以后有机会再说了 对了 你寝室好乱啊 哎 你不知道我们学校的老师天天查寝 烦死了 走 查请去 今晚就查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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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